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美国已经明确指出了 要帮助这个台湾和咱们对抗 然后呢 他这个两条狗 这个其中这个 韩国已经把这个战绩降落到台湾了 今天就说怎么打的事 首先敌人不远万里来欺负咱们 那就不用客气了 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什么 下位第三岛链就不用说了 他就是要欺负咱们 那既然他就来了 不要妄想和平啊 他盼的都不要想了 人家就是要军事颠覆咱们 咱先不说这个国内还找一帮见底啊 咱先不说那个咱就说咋的事啊 如果是我指挥怎么办 首先我宣布 第二岛链之内 所有美日的 还有那些七国八国集团的 全国滚出第二岛链 三天之内 我不管你是用淘宝还是干啥 或者是你自杀 三天之内 第二岛链之内 如果有任何一个美军的一兵一卒 包括一艘军舰一个飞机 我都给你打掉 好三天 给你三天时间 这三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用不上几个小时 这些美国就会装逼 他马上会装逼 要跟咱们对着干 那行吧 我说是三天之后 但是我不可能三天之后还动手 二十四小时之后开始动手 首先在这个位置 我引爆一枚几千万转级的核武器 但有些老铁就说 哪批联合国 不要做这什么地表核实验了 行了 你别放屁了 我认为联合国就是个狗屁 联合国就是这个西方世界的傀儡 啥也不是 拳头才是硬道理 首先 核爆一枚千万转级以上的核武器 全世界都会震惊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呢 在台湾上空爆炸一枚当量最大的脉冲弹 让它所有岛内所有的都失灵 然后 一致排开 然后福建省这边一致排开 所有远程火箭炮 定点清除的所有军事设施 这个脉冲弹爆炸完了 他们能反应过来 记住啊 三个是一起的 千万吨级核武 脉冲弹 然后马上远程火箭炮就给它洗地 违点打员是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典战法 每日韩制七国集团肯定不会走的 是不是 辞员吧 好 就怕你不辞员 违点打员 明不明白 来转过来说 之前我就说过好几回 再重复一遍 违点打员懂吗 就怕你不来 你站定乾坤 打扶你 听懂吗 把美国从这个世界警察霸主地位 给你干掉 咱们所有的驱逐舰啊 什么055 054等等啊 还有潜艇 全部出击 无论是南海东海还是这儿啊 主要是保卫这边啊 同时告诉这个地表最强80后和俄罗斯 随时准备推平朝鲜和灭掉日本 主要是打击这个美国在日本所有军事基地啊 同时核潜艇给它围上 围上 围上 这边围上 特别是英国啊 必须围上 听懂吗 然后同时也宣布啊 支持阿根廷收回马岛 印度敢装逼 直接灭掉它 这次就是啥 远程火箭炮 给它吸那里洗地啊 不用怕它有核武器 它狗带不是 我就告诉你 越南也注意点啊 菲律宾不行 让它直接就给菲律宾拿下流球 听懂吗 历史上啊 有人对这个总设计师说了 这个这个 黄元岛离菲律宾很近 直接咱们总设计师啊 邓总设计师就说了一句话 如果按地理位置来说 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那意思 你要是说黄元岛是你的 那你菲律宾都是我的 能听清楚不 流球是咱们的啊 或者支持流球独立 然后 所有的舰艇啊 准备猎杀美国这几个舰队 猎杀美国航母 毫不留情 听懂吗 直接给它击沉的 什么舰载机 航空兵 还有那个岸队舰的火箭 东风21 27 28 26 所有的一群 全干上的 你一点都不用 一点都不用仁慈 必须把它消灭在这个 这个位置啊 那有人说 那你这么打 你们这些投降派 赶紧给我去死 什么抓住 都干死你们 听懂吗 敌人不远万里都过来了 欺负到咱家门口了 我就问你 谁的战争意志比较强 听明白吗 随时准备 核攻击他本土 把话挑明了 你要是再敢插手中国 不只是消灭 你这边的基地 必须让你亡国灭种 听懂吗 包括背后的什么 以色列财团呢 什么那个 这个那家族啊 昂古鲁 萨克逊人 全给你灭死 都全部给你灭了 听懂吗 最后讲一下 这个战争意志问题啊 武器科技配置 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就看谁不怕死 听懂吗 咱们是正义的一方 为什么要怕死呢 咱们在家呆的 敌人都打过来了 你像他这个 你像他投降 或者是你事好都没有用 不要存在任何幻想 就是用拳头说话 就必须消灭他 消灭敌人 整死他 能听懂啥意思吗 不行就糊弄核武器 只要你拿出这个 不怕死的气概 而且他发现你敢打 打一回 能保证和平几十年 咱们这代一定要打 因为这代全世界 包括美国那些帝国主义 不知道咱们有多厉害 必须打疼的 打伏着 为后代造福 顺便统一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只有这一条途径 没错 谢谢 SP article kau 然后 大家 我 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